馬英雄 嗨 大家好 今天來到大角咀 這條嘉仙街里奧坊 嘩 好大雨 不過我很喜歡下雨 在車上聽歌 真是很悠閒、很舒服 好像下湯雞一樣 今天來這裡吃東北菜 這間其實我以前來過一次 很久了,幾年前 以前就在里奧坊隔離 一個小店鋪 現在就開在酒隔離店鋪 正宗就是隔離,又在隔離 就是這個里奧坊商場門口 這間近期也有很多人介紹 當然是最出名的片皮鴨 又想起吃片棋片皮鴨,下來吧 大家看看,來這裡東北菜入鄉隨俗 當然是喝一些土酒 這個酒是56度的 大家來這個老掌鬼吃東西 就有些東西想提醒一下大家 它就是只可以吃過半小時 但是八點半後就吃到拉屎 所以我們就訂了八點半後 八點半後就吃得沒那麼緊張 我幾個朋友可以慢慢吃到十點半左右 他跟我們說 吃東北菜,大快溶,大盤菜 怎可以沒有酒的 糧食這個鴨殼要90元 其實真的可以不叫,沒有肉 嘩,主角出場了 就是這個片皮鴨 但是它這個片皮鴨 它就連肉片的比較多 皮的比較少 我們叫了一隻 大家可以看看賣相了 但其實它這麼出名 我個人意見 我的口感 我也覺得比較乾 還有肉質比較軟 不是說真的這麼突出 那麼出色 但包著皮食 也可以的 如果我個人口感 就覺得真的 很乾 很軟 即是肉質真的一般 可能我們八點半才去 它一早做定了 所以熱量又不夠 又軟 那些肉 我真的覺得一般 所以我以前吃這個片皮鴨 我吃了真的吃四五九五六九 這個我吃了兩九都不想吃 總括說就是 不夠熱量 肉有懶有梅 有無鴨有香味 不夠肥 而且沒有熱量就真的很差 這個京燒羊肉 也可以的 肉質比較軟 它又不是很重 自然味 根本就好像吃不到 它就應該有些香料去醃 送酒也可以的 要求很高就不行了 雞絲粉皮是可以的 醬汁很濃稠 青瓜也很新鮮 OK的 這個真的要介紹 這個醉雞我覺得最好吃 醉雞很香 不會有苦的酒味 挺好吃的 大家值得一試這個醉雞 這個高力豆沙 大家看影片都看到了 黑了和撻了 可能真的外八點半去 放得很久了 吃下去也可以的 一吃下去就好像 等於那些隔夜油炸鬼 整體來計 這裡 如果大家吃東西 便宜漂亮正 大健夾底食 也可以的 但是你說 水準很高 大家想吃油香的片皮鴨 熱辣辣 皮脆 肉質漂亮的 絕對就不是的了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參考一下 有機會來這裡吃 但價錢真的很便宜 好了 今天就這樣 祝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